大家千万别误会啊 看到我的车刚才这个在抖了嘛 我没干啥 我只是身上有点痒 我捞了一下它就抖了 前两天看到一个设计啊 就是这个小鹏的车主 车子呢平方发送车子抖动的提醒 没想到谁在后面干啥 结果呢发现自己被捋了 就这么一个事情 突然发现原来你现在的这个自动器 还有字号功能 所以在这个事情结合近段时间 越来越多的这个厂家开始 禁用360全景的这些远程功能 我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你们担心过没有 你的汽车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车子越来越智能 而且很多车子呢 除了车外一圈 不十几个摄像头之外 连车内也不来摄像头 有些呢在A柱上面 直接给你弄一个摄像头 好一点的呢 那个摄像头它还有一个关闭的物理按钮 但是有些呢 连关闭的物理按钮都没有 这个还算好 这个摄像头直接放在A柱上面 你一上车 你就能看见 实在不行 你还能这个拿个口线糖 脚巴脚巴给它点上去 直接给它贴出个摄像头 但是有些车子它居然在车子中间 中间的这个后视镜上有一个小孔 那个小孔里面居然还有摄像头 自己真要是不看说明书啊 你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个摄像头 针对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担心过 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是正派人士 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可以打开天窗 但是谁都难免有个鼻子眼 打个喷嚏啥的 你万一这么口口鼻屎 这个本人就看见你不太好嘛 尤其是现在所说的智能汽车 那基本上你车内又没有摄像头 你都不好意思说智能汽车 因为你上车它得10比0的冷脸吧 10比0的冷脸之后它得摄像头吧 我之前在试驾的时候 我就尝试过啊 就这么连续的打几个哈欠 这个车子就会提醒你 请勿疲劳驾驶 你的任何动作 其实它都给你看到眼里的 你反过来想一下 就你的一举一动 是不是后面都有一双 或者N双眼睛在看着你 即使呢就是没有摄像头 至少现在这个车机是智能的 而且车机呢 是不是都具备联网功能了 我之前就有过这种体验 我明明手机只是放在旁边 我只是在跟我的朋友在聊某款汽车 但是没多久我在打开手机 我想用手机APP看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发现开始有针对性的 帮我推这款汽车的广告 也就是说我手机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 它手机可能某一个功能 它开始在听我说话 把我说的东西都进行了分析 然后呢在针对性的跟我推广告 汽车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 假如说我用的一个自然车机 车机里面有这个麦克风 太时时刻刻在听我说话 那我说的任何内容 实际上它都给我记录进去了 它还不见手机 手机的话毕竟我们带着它跑 可能有时候要说什么内容的时候 或者说想起这个事情 我把手机直接可能关机了 但是汽车的话 大家会想到这个问题吗 它的隐蔽性是不是更强一些 你甚至觉得车内 它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隐私空间 在这个隐私空间内 然后你把你所有的隐私在车里面 讲了一遍 最后你所有的声音 都被你车里面的麦克风和声音头 记录下来了 最后你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 还被上传到了某一个 你不知道的服务器里面 最关键是有一天 这个服务器 它还被人家黑了 黑完之后 所有的信息 全部都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你的朋友的朋友 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信息 而且他还把他信息 发给了你 等你知道的时候 你周边的亲戚朋友全知道了 这个时候 你会不会突然有种被射死的感觉 所以呢 关于汽车360远程功能 停用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想更深度的 给大家聊聊 就是现在 除了360远程功能之外 其实车上连网之后 它会涉及到越来越多的 收集你的图像 收集你的影像 收集你的谈话内容 这些内容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 把它利用了之后 你心里会不会时时刻刻有种当心的 总之 现苗哥我这样 没有什么需要双重加密特殊隐私的 这普通小老百姓 我在试驾越来越多的智能汽车的时候 尤其是带生人头的 带智能网年系统的汽车的时候 我都多多少开始会有当心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块 是否也会有先头的当心 苗哥也希望我们以后 会有越来越往上的一些规章 能够保护好我们普通老百姓的隐私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一旦你的隐私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射死